孩子初三的时候 我就跟他爸爸分开了 分开以后 就我一个人带着孩子 后来他就上高中 上大学 后来就陆续也是住校 总觉得我也觉得孩子 这方面我觉得也是 挺亏欠孩子的 毕竟因为我 让孩子也成为了一个诞生 然后 然后我觉得就是 我不想 我就担心他害怕 他自己找万一遇到 不太好的男孩子 然后因为我当年跟他爸爸 就是因为也是自由恋爱 当时我的父母 当时也是说不要自己谈 后来我跟他爸谈了以后 就是有了他 还是没有过到头 你那些标准 你那些找对象的标准 你给我介绍的那些人 我真的嫁给他 我就能幸福吗 但是 你光看表面的那些东西 光看人家条件好 光看人家外在的那些条件 我跟他相处 就真的 你都没想想是不是你的问题 你老说别人的问题 别着急 张女士 每次都是这样 老是给我吵吵 每次在家都是这样的 你能不能别抱我吗 我现在根本就跟你说不清楚 要不然我干嘛要来这里 好好好 两位先安静一下 别着急啊 张女士 刚才我大概听到了 正因为你感觉你们夫妻之间的 不和谐对孩子有的亏欠 所以你感觉 你想用自己在这个阶段 能够给予孩子的帮助 来弥补孩子的亏欠 你看我们母女本身都是女性 很多家里的一些事情 确实需要一个男孩子 来就是支撑着家里 既然就是也靠不住他父亲 所以说我就想尽早 让女儿能安稳住 有一个好的男孩 能在家里 有一个顶梁柱的感觉